其实从政务开始 奴就起疑了 是谁帮他混进宫 是谁逼他行刺求是良 又是谁安排刺客 去九寺行刺陛下 你想说 都是求因之所为 是 求是良怀疑紫衣局 便安插政务进来 谁知真正的训练 是在玉珍坊 紫衣局 本身就没有一样 所以 他故意逼政务去行刺 然后借此机会 光明正大地调查紫衣局 对 可是他们没有找到把柄 便一不做二不休 又安排了一场九寺的刺杀 九寺命案 蔡氏本该去调查政务 但是因为朕的庇护 命经兆尹大事化销 小事化疗 所以他们觉得 蔡氏九寺是朕呢 他们抓走蔡氏 严刑拷打 奴不得不派死士将一灭口 结果却中计 被他们找到了玉珍房 朕的账目当中呢 有很大一笔钱 都流入了菜市九寺 朕呢 也去那儿查探了一番 结果跟着你的好侄女 也到了玉珍房 这儿子 这儿子 我再去哪儿子 你得到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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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女人 奴有罪 任凭陛下处置 待鱼儿好了之后 将玉珍房交由她来接管 我 可是陛下 鱼儿不是已经被撤 从今日起 恢复陈若鱼的官职 并掌令紫衣局和玉珍房 成为真正的执剑人 是 陛下 我 陛下 可否让奴 为鱼儿把下卖 嗯 奴医术粗鄙 怕是无能为力 但奴有一主意 不知当不当讲 说 官网殿下医术高明 不如让奴 带鱼儿去他那儿医治 行 朕自己会带他去 圣上公 从今日起 你就在紫衣局里好好养病 你可以回去了 是 的 哼 好 的 好 我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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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剑像 这株草的名字 看起来很普通 请由此 别致致命 据说昔日天节 有雷击过 万物覆灭 唯有雌草幸存 佛祖见之一笑 如此顽强 她是跟屋里那位挺像的 鱼儿的伤还需静养 待她伤好之后再叫她回宫吧 还有小八 我已经叫人 把她送往淮南的外妻家了 陛下这几日 还是尽量不要独自行动 有劳妄输了 不喝了 你怀疑光王有问题 我想来想去 紫衣局跟将棋迎斗 李延跟爹爹斗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光王 可弄死了陛下 也轮不到他当皇帝 还有一队更好控制的小皇子呢 如果加上遗诏呢 光王有了先帝的遗诏 自让李延跟爹爹斗个两败俱伤 他便能名正言顺地登记 可问题是 他不可能拿到遗诏 为什么不可能 他拿不到遗诏 便会认为遗诏在爹爹手中 可公公手里没有遗诏 这事我们知道 但外人不知道 来人 张旗 光王这些天都在做什么 禀张旗人 光王除了养养花草 没有踏出草炉半步 他身边仅有一名隋草 名叫元都 偶尔下山采买日常所需 是 既然光王有嫌疑 那就去世代 请不吝点赞变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人 是 隆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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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无任何不轨之举 有没有不轨之举 您输了不算 我们输了才算 没有 幽板哥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说的 朕都不信 但是你不一样 或许 你真的是朕的之间人 来人 陛下 少能人修复此剑 一定要一模一样 是 是 陛下驾到 那是 朕都不信 这 那是 你不信 你不信 先跟皇祖母商量一下 这倒稀奇了 陛下有事不去找楚国公商量 倒来找哀家 此事 只能请示皇祖母了 下个月便是皇祖母的受胆 孙儿 想请光王叔回来 操办此事 哀家不喜欢黎晨 朕知道 你竟让一个哀家不喜欢的人 来替哀家操办寿宴 皇祖母 孙儿也知道 当年光王叔的生母 背叛了你 才有的光王叔 所以 你一直不喜欢她 难道你喜欢她 这些年来 外头的流言可谓是精彩得很哪 说她才是真命天子 说 穆武宗和文宗都想把皇位传给她 说是你 夺了她的天下 请不认可 慣武宗 所以 才更要让她回来 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 到底谁 才更像是真命天子 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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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他认楚国公为义父时 哀家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你看清他的眼睛了没 那是一双鹰的眼睛 楚国公自许为敖鹰高手 但终究会被这只鹰 灼下眼睛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卿平身 谢陛下 下个月就是太皇太后七十寿担 诸位爱卿 可想好如何操办 太皇太后今早就和朕说了 不必大办 但希望能汇集百姓 朕想了一下 不如就赠仪师范 与民同庆吧 可是此事 该交由谁来做呢 主公公 你可有何时的人选啊 老臣岂敢多严 太皇太后的寿担 理应由陛下来定夺 朕想了一下 不如此事 就交给光王叔来做 楚国公觉得如何呀 好 那就这么办吧 诸位爱卿还有何事奏报 好 爷爷 你说那个李延他为什么 把光王给抽回来 这光王与国太后素来不合 陛下怎么会让光王 来操办手段呢 对呀 这个事大人您知道了 传右马 传右马 来 李延是什么时候 和光王痛得起啊 左日 为时 你在场 在 真的只是为了太皇太后的受担 没有别的墨地 没用 好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先进去 爹爹 听闻 光王的生母是太皇太后的婢女 趁她有运石爬上了龙床 此事一直是太皇太后的喉中梗 那就有意思了 陛下怎会将此事交给光王 而光王又怎会答应呢 你觉得呢 女儿觉得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要一起联手 对付您 本宫派幼马监视光王已经有八年了 一直说他 循规蹈矩 朝廷分派节度时 都要四年一换 因为一个人 在另一个人身边久了 不只有感情 还有了解 你是说 幼马被光王收买了 女儿不敢做此推测 小 бог 有事 告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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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相大人 左相大人 这个龙女真是可怜 夫君欺辱之 还有恶公婆 柳翼啊柳翼 你可定要救她于水火呀 真是可惜 本想将这本新装柳翼传 送给左相大人 既然他不在 也只好送给别人喽 等等 原来左相大人在此 我看看 说吧 又有何事 佛见孝 佛见孝 此物根经有毒 闻之 至患 扶之含孝慢死 至患 中毒之人可自知 可知庄舟梦蝶 庄舟梦蝶 不可分辨 若想知一人 是否中佛见孝之毒 可有分辨之法 当然 中此毒者 与负担相同 需后续不断 一旦停用 浑身躁热难耐 后果不堪设想 若有所失 多谢左相 不对 哪里不对 此事哪里都不对 佛见孝虽然稀罕 我也是问了左相后才知其毒性 但必定还有其他人知道 若是光王以此操控幼马 在他走后 光王应该立即销毁 为何还光然送他一盆 不是说那草有问题吗 如果不闻的话 就会很难受 可难受有很多种原因 谁会想到一盆草呢 那难道 是那盆草其实是没有问题 幼马也没受控制 草必定有问题 幼马也必然受他控制 只是 他把这么大一个破绽 公然送到我面前 却是另有深意 另有深意 他在试探我 佛见孝 他想见我 怎么起来了 恩公 身上还疼吗 不疼了 只是 我晕倒之前 陛下正在斥责姑姑 一想到此事 心中不甘 不疼了 放心吧 程尚公不会有事的 陛下不会为难他的 快把药喝了 谢谢恩公 喝慢一些 恩公 我的伤几时才能够痊愈啊 你身体底子好 身上的伤并无大碍 可你头疼的毛病 还需要好好调养 程尔鱼 你是谁 你是谁 难道 真的只是一场梦 恩公 是谁 是谁 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是朕送你来的 陛下 陛下 冲日宇 原来你和王叔早就认识了 臣曾落入人犯之手 幸得恩公相救 这样才找到了姑姑 一切有违法 尽是因缘和合 我救了鱼儿 鱼儿救了你 皆是因果 你们慢慢聊 你们慢慢聊 我有事要抽取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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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的 我的 打开看看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是因为我喜欢 而是姑姑希望我这样做 我在陛下身边 是因为姑姑让我保护陛下 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姑姑 如果姑姑让我对付陛下 所以 你就会对朕之间相向吗 我不知道 也许会 也许不会 所以 我没有信心 陛下 还是另请贤能吧 为什么选我 为什么选我 为什么要选我 为什么要选我呢 是不是皇帝 皇帝 你就是无可选择的人 就是无可选择的人 真没得选 而无敌 你也没得选 你能说真话 朕很高兴 朕很少能听到真话了 甚至没有人跟朕说真话 既然如此 这把剑你好好保管 陛下 陛下 您不要再一意孤醒了 这次的事一定跟阿妩有关 你一定要查下去啊 朕不需要 可这一次次的暗杀 您真的能忍吗 不是每一次都能平安的 我 但是我会记得 陛下 陛下 您要是答应了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事情的真相啊 你想知道是吗 阿妩真的是您放走的 是 那她知道吗 不知道 朕当着众人的面设了她意见 她昏迷过去后不久 朕蒙着面的面设了她意见 把她意好送出了长安 为什么要手下留情 想知道真相 是剑 什么 朕想知道那种特制箭头刻意射偏 导致窒息假死后还能否救回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一招成功的话 很有用度 那为什么 现在又任由阿妩去死 是 陛下 是怕查阿妩身上的伤势 发现您当初手下留情 是 朕辞她活命 她却用来送死 刘春 朕辞得更加热 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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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玉珍房三百人的详细名策 他们在骑山 是 等风声过了 就想个法子弄回京城来吧 那 如何让他们听我的呢 青光剑即是信武 写此剑者 即是他们的主人 所以 我原本就打算把这一切都交付给你的 姑姑 我有件事 想要跟您确认 什么 蔡婶 真的是姑姑您派人杀的 是 您怎么 这么残酷无情 是吗 打开这些局部 为了避人耳目 玉针坊的行动全写成了暗语 缘是缓 除是急 行表是停 像这局 三缘二除无行 就是三人缓行 二人劫持 五人停 那 这个字呢 死 玉针坊不是紫衣局 那里的人全部接受最残酷的训练 随时愿意为任务去死 同样的 鱼儿你也要有这个觉悟 执剑人用什么保护君王 用剑 不 用的是命 你 你是他的第二条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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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